中華三宗 願作先 願主彼詩 有世界健康 定位無前前 願望台灣英明 生世風的大愛心 永恆台灣情好 世界真好明 那我說正念進座來講的話 下一張 其實老婆會改變 當然我們沒有像馬哈拉西那個學校 他是把大一新生進來的老婆 每一個人都掃描 完了之後 畢業之前再掃描一下 他看看這個同學在他那所大學 四年裡面的教育 他老婆有沒有改變 結果他把那個成績給我看來講的話 我發覺老婆很多的改變 所以真的讓人家非常感動 下一張 那我們也做生命探索 比如說你學生 你自己可以提出一些相關的 生命探索的課題 然後我們來讓他做體驗 下一張 下一張 那我們當然有時候也要請一些專家學子 來跟我們分享 那他怎麼來進行奮動他的人生 怎麼遇到挫折怎麼來突破 下一張 那我們也做了一些教材 我們把生命交易的開發一些教材 讓同學來參考 好 下一張 我們當然也舉辦學術論壇 邀請世界各國的人 來大家一起來討論 下一張 那我們這個珍珠學生來講 我們曾經 對於那些比較特殊的學生 又忙又榮又啞的學生 我們曾經有碰到這種同學 類似台灣的海倫凱樂一樣 我們一對一來輔導他 結果到最後來講 他變成一個老師 大家都起名學校的老師 你看本來是一個完全 社會把他當作一氣的同學 可是我們透過老師一對一 或一對二的一些教導 改變了他的一生 所以你看我們在學校裡面 我們是扮演一些很重要的角色 就像我們這個道場一樣 我們所做的一切 我們講師 講助詞 對我們的信眾影響很大 好 下一張 好 下一張 那我們來關心一些經濟不利的同學 照片好像 那我們比如說 那經濟不利的同學 我們現在來講的話 那對於那經濟不利 我們過去曾經推動 30塊錢吃到飽的蔬食餐廳 學生的反應都非常好 好 下一張 那當然這個必須要人家贊助 那我們提供一些嚴盟的計畫 讓同學自己挑戰自我利他服務 最主要你要去幫忙人家 協助人家 關懷老人 關懷社區等等 好 下一張 那我們把這個 我們學校都有一個服務學習 把融入生命教育的服務學習 好 下一張 就服務利他 我們把它當作重點來推動 因為服務利他的精神很重要 所以我們每一次 因為服務利他 各界的相當的表揚 因為同學自動自發 落實在地的實踐 來回饋人家跟社會 好 下一張 那我們像年輕人都要教 比如說那個教師節到了 我們一般來講 有些同學會主動寫信給老師 表達老師的感恩 可是有些同學不會很被動 你還是要透過教導 要引導 讓他對老師表達感恩之心 母親節到了 有些人會主動打電話給母親 說媽媽 你現在怎麼樣 會關心 可是有些同學不會 但是我們要創造一種環境 教導學生 怎麼樣在逢年過節 表達對父母親感恩之意 所以這些來講都要教導 我是覺得我們這個環境一定要受造 讓同學以後有做了一次 以後他隨時隨地碰到這個 他就會想到 應當對父母親表達感恩 對老師表達感恩 所以我們隨時創造一種環境 讓學生表達感恩之意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這個非常重要 那好 我們下一張 那像這個包括我們 很多透過這種活動 祈福等等 我們這邊也多人在做 下一張 包括我們那個文學系 我們有文學獎 對不對 我們要鼓勵他 要鼓勵學生 要緩思自己 怎麼能受到生命的自覺 還利他的精神 這些所以透過學校一定要引導 我們也是所以說 老師共識的建立很重要 我們一定要讓老師 大家都有參與感 讓大家都有這種共識 然後在推動的話都比較方便 因為每個系的學生都不大一樣 那重點方向不大一樣 所以透過這種書寫文學獎來處理 生命書寫 好 下一張 我們甚至我們那個圖書館 我們有一個月月日 要查月月對不對 我們利用這個時候來 某一天來講的話 選擇一天 然後請一些來分享音樂饗宴 然後大家分交流等等 做生命的關懷 陶寶身心靈 這個點點滴滴都必須來處理 好 下一張 那我們辦一些藝術交易 所以你看藝術會觸動人的心險 所以你辦了很多活動 包括那個作品 還有欣賞 音樂 還有畫畫等等 甚至可以透過這種書畫 把內心的一些情緒把它繪畫出來 那我們透過這種生命交易 藝術交易的融入 所以我們被聯繫評審得到 我們不是藝術交易的大學 可是我們已經二度榮厚 大專校園的藝術交易的貢獻獎 這個是相當的不容易 好 下一張 那我們呢 包括我們的動物 現在我們現在小孩子 我們現在的狗狗 動物 貓狗等等 各位曉不曉得現在有多少隻呢 我們現在有三百萬隻耶 那個寵物耶 現在寵物已經很大 現在來講說大家不願意生小孩 都去養寵物 所以現在很嚴重 很多 當然他們也有療癒的效果 比如對老年人他有療癒的效果 因為沒有 他們小孩子少 他沒有人可以陪伴 所以透過這個寵物來家裡陪伴 所以現在台灣已經寵物 現在已經將近大概三百萬隻 超過我們的高中高足以下的學生人數 你看喔 真的很嚴重 那所以寵物啊 你怎麼去把它 現在環境已經這樣了 你只有引導 讓他愛惜這個動物 要求他一起保護動物 所以這個來講的話 也是個生命教育的課題 所以這個怎麼樣來挺這個動物啊 讓他跟大家一起 和在一起 療癒心靈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也是一種生命教育的議題 好 下一張 那我們同學每一個戲 我們有二十個戲 有個戲來講的話 他們會有戲劇表演 我們都是希望能夠把這個戲劇表演 融入進去 融入生命教育的課題 讓他們比如說感恩 愛惜等等 怎麼來幫忙協助別人 好 下一張 下一張 那我們鼓勵同學 你一定要把這個 目前所做的一切 用微電影把它拍攝起來 做個紀錄 然後發揮影響力 然後做比賽等等 所以我們舉辦了 全國這個生命教育的微電影比賽 這個讓全國各界 你只要有這麼好的事情 有做好話 做好事 說好話 存好心 相關的一個感人的事蹟 把它拍攝成電影 二到三分鐘 然後大家做比賽 我們給同仁來看 好 下一張 那我們透過送愛到偏鄉 這個給來發揮我們的同學 的一個影響力 把好書送到偏鄉去 好 下一張 對引發者 鼓勵學生去跟我們那個 那個關懷老人的一些協會 一起合作 然後請學生去那邊 跟他按摩 然後做關懷 互動等等 這些都點點滴滴 但是對同學很有幫助 好 下一張 我們把這個相關理念 透管到高中 影響到高中的學生 好 下一張 同時我們請一些高中老師 來舉辦生命教育研討會 大家互相分享 互相互動 好 下一張 我們甚至結合相關的宗教團體 把生命教育封了十個堂課 跟中小學比較有關係的 有天災看環保 成人禍看和平 成人我看情感 成因果看護生 從電動玩具看正常休閒 從霸凌看校園安全 從那個幫派看逆轉人生 從吸毒看健康人生 從服務看未來 從三好看創造性物人生 你看這個十堂課來講 都是跟學生非常有關係的 我們去分別授課 好 下一張 那我們把這個理念 推廣到社區裡 幫忙洗腳 校圈洗腳 還有清掃等等 好 下一張 我們把這個成年禮 也推動到嘉義市政府 也推動到新港奉天宮那邊去 讓大家都參與 我們也推動一些健康講座 告訴一些我們的聯長者 那麼像大臨社區 來推動 好 下一張 那把這個理念推往到國際那邊去 好 下一張 我們希望就是要同學 要把這個理念 不只要傳播到國內 也要傳播到國際上 讓把世界各國大家重視生命教育 好 下一張 我們在印度也設立一個生命教育中心 因為剛好這透過佛光山 那邊它有一個註點 所以我們在那邊也設立生命教育中心 把這個理念推廣到印度那邊去 好 下一張 這個對學校辦學也會有很多好處 因為會大家互相影響 所以很多馬來西亞 菲律賓 他們都會來 我們就跟他分享我們怎麼做 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好 下一張 那我們的推動潔靈減碳 所以這個也得到很好的成果 好 下一張 那包括學生參加淨灘 淨灘也是一個做好事的方法 所以鼓勵同學去淨灘 撿垃圾 清掃等等都很好 好 下一張 那我們包括把這個 上次曾經有一個內貓的事件 在社會上引起一個議題 我們就適度的把生命教育的理念引導 好 下一張 然後鼓勵大家也要多種樹 因為這個種樹的確是很嚴重 好 我們下一張 好 我們就在推動這個 就是社區的建構 社區的責任 好 下一張 那我們把聯合國的理念 推動到社區 甚至到其他 包括泰國 我們都推廣到那邊去 好 下一張 那這個等於現在政府在推動 大學社會責任 還有一個公司的社會責任 那南華大學我們在這方面的走路 還算還不錯 好 下一張 那這個來講對我們學生 你看我們推動這個點點滴滴 對學生的學習 情緒的困擾 降低了六成 這個很不錯 會替別人著想 增加到80%左右 所以這個有影響 好 下一張 那學校 那個教育部也把 國家級的生命教育中心 就設立在南華大學 那學校因為如此 各方面的成績也都辦得相當不錯 註冊率也都還不錯 好 下一張 好 下一張 我們佛教大學也被世界評審為 全世界第八名 全台灣第一名 都相當的不錯 好 下一張 在協議這邊來講的話 我有一個小小的影片 就是你做什麼事情 那就是成為一個善的循環 會回到你身上 所以好 我們看下一張 希望大家能夠發揮 真善美的力量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我們的講師 我們的 我們的助詞等等 你來推動我們 在灌輸 在分享 我們很多為人處事的相關 作為的時候 我相信 我們做什麼事情 布施 做什麼很多善事 存好心 說好話等等 到最後回饋到 會回饋到自己的身上來 這影片就是這個目的 所以今天我就利用 大概60分鐘的時間 跟各位分享 生命交易 將成為顯學 表示現在還不是很重要 還沒有完全顯學 但是這個一定對社會上 一定非常有很大的需求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來 來推動 大家把這個善的循環 把它推動出去 讓整個社會更和諧更進步 好不好 我就簡單報告到這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 人類的學習 要有四個基礎條件 第一個是遺傳 第二個是環境 第三個是成熟 第四個是發展 所以我們在整個學習的內容上頭 通常我們可以內分為三種 三個部分 一個部分我們稱之為主學習 像今天林校長所談到的生命的教育 從生命的意涵 定義 內容 所以對生命教育 直接的了解 第二個 生命教育 它涉及到的 不只是一個概念而已 它有很多相關 各位從今天林校長所呈現的各種的影片 各種的紀錄 跟各種學校裡頭所舉辦的活動 那這些都是跟主學習有關的相關科技的學習 我們請各位來參加這樣的一個 通識博雅的講座 最主要的是請各位 要把你的視野擴大 把你的認知系統擴大 跨領域的去了解 那你這樣子的話 你才不會格局內是只有一條線 或一個框框而已 所以第二個部分 就是所謂的 互學習 互學習 就是正互的互 那我們剛剛最後看的這個影片 我們會很感動 因為你的一個助人的舉動 可能幫助了一個人 比如說 你在投計時器的時候 你再怎麼摸 摸不到你的銅板 你那是多麼的尷尬 那可是有人默默的就這樣子幫助了你 我記得 我記得在正大 我們那個在職老師的進修班 有一個住在基隆的 平溪的地方的一個老師 他就因為上過課以後 他去感動到感受到 所以他以前坐公車 因為有一個人幫他付了錢 因為他掏不出錢出來 一下子掏不出錢 很尷尬 結果有人默默的 递給他一個小鈔 就讓他 結果他身上後來 他告訴我 後來他身上都有帶零錢 他帶零錢 不是說他準備自己要用 而是說 我有沒有機會去碰到 有這樣子窘境的人 他有這個困難 而我能夠即使 也像以前的人幫我的忙一樣 所以這個是什麼 就是形成一種觀念 改變你的思維 調整你的什麼思維 把你的思維 從對人無所謂 到變成有所謂 你幫別人做事 提供給別人的服務 或者是給別人一種方便 或者是助給人家怎麼樣的好處 那就變成是你的行為的 內在的一部分 這不會變成強求 也變成不會說是你是 因為要別人回饋你 那你才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變成一個自然的行為 所以這個是說 你因此而學到 學了看了以後 你就會有這樣一種 對人的 這個地他主義的傾向出來 所以我們要謝謝 這個林校長今天 那麼豐富的 這個資料 各位可以看到 當一個校長 在某些時候 這腦筋呢 就像有人常常說 那師父呢 好像是三更半夜都不睡覺 都起來在那邊做什麼 那就是腦筋在轉啊 腦筋在動啊 那動了以後 但是動了以後 一個是有所理念 理念以後呢 就變成配合了 有很多的制度 很多的做法 很多的計畫 然後在後面 跟隨來的 就是所謂的實踐力 真正做出來 所以這個操作的能力 就不是只有一個人 不是只有林校長一個人 他想得出來這些 想這樣想那樣 全校的人 所以這個變成一種 團體動力的概念 就出來了 你沒有團體的動力的概念 就不能夠共成大業 所以我們謝謝林校長 這個師父 我們是不是稍微休息一個十分鐘 好不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個十分鐘 大家不要左眼 好不好 謝謝各位 謝謝 下面一個階段的講座 我是請楊國志校長 他談的是組織性的學習 所以跟我們終身學習 終身教育 有相當的這個 所謂的切合 我們先請楊國志楊校長 師父 那個主廚人楊院長 那個林校長 這個 還有我很敬佩的 黃春之 黃教授 你看他這個 著作等身 參加拜託他的大作以後 獲益兩多 那也是在 恐怕在師父這邊提息 給他有很大的助力 還有在座各位 法獎師 這個各位主持 還有各位選修 同事選修 大家 阿彌陀佛 那我還是 學這個 這個林校長還是坐下來 因為看這個比較方便 可以吧 好 謝謝 那我今天要給各位報告的 一個講題就是有關 怎麼樣來建構跟發展一個 學習型的台灣 因為剛剛那個 林校長的這個生命教育 其實是也是 終身學習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課題 所以我慢慢來跟各位 這個說明 那我想那個這個全球化 在這個 我們人類進入21世紀 其實就是全球化 整個洗衣卷 在我們這個 這個社會 所以這裡面 衝擊到所謂 這個裡面講的 知識經濟 這個 資訊科技 不斷地突破創新 國際競爭的日趨的激烈 還有人口老化的問題 的威脅 以及中生教育的思潮的 這個洗禮 的影響 也改變了這個各國教育的發展 所以我們台灣 也有見於此 所以那個教育部的機器 在推動 這個中生學習的這個政策 這個政策 來迎頭趕上世界先進的國家 下一張 那我想這個再分析一下 就是這20年來 整個這個社會的這個巨變 的的確確就影響剛剛講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中生學習 那一個要談的就是全球化 全球化 所以全球化也簡單來講 就是這個一體化 因為很多東西 比如說剛剛講那個手機 那手機那個標準 那出來以後 大家就完全要跟著跟著 這個一樣的這個東西 這個來做 所以這個也可以說 這個全球化以後啊 那影響了什麼 就是經濟 就是自由化 還有交通電訊的便捷 還有資訊 科技的高度的這個發展 所以這也是促成了 全球化時代的來臨 所以沒辦法逆轉 就只有也是用 社會的發展的一個歷程 那從這個全球化 我剛剛講 它是強調什麼 這個這個一體化的這個觀念 所以世界各國都要互相什麼 彼此這個相互的這個學習 也在相互的影響 既然學習了 那就會產生影響 也開啟了這個全面競爭的 這個賽局競爭 因為所以你看 你最近可以看到那個 這個這個 烏克蘭跟蘇聯的這個戰爭 那當然這裡面 有人說在主導 就是美國在主導嘛 這個裡面 那這個很多 這裡面是影響啦 影響很大 不管一個地方所發生的事情 它會影響到全球 影響到這個全世界 不管在政治經濟各方面 大家我想就可以了解 大家我想就可以了解 那你全球化很重要的 在這剛剛講的 講到知識 跟第二個要談到的那個 知識的這個 這個經濟這個部分 那的的確確 從知識的這個強化 跟資訊的這個更新 那這兩個 也對於學習有關 跟學習有關 所以剛剛講 那生命要學習 也不是說生命就不必學習 所以那才有什麼生命的價值 它觀念思想 受到外界的這個影響 也慢慢會改變 所以這裡邊喔 那第一個我講那個全球化 這個沒有辦法 你未來要適應這個社會的變遷 你就必須要去學習 但是學習是個人的權利 也是政府的責任 那政府有責任也有義務啊 來推動 來提供這樣的一個機會 給民眾這個來學習 所以在知識 尤其在知識社會裡邊喔 這個譬如說像財富的累積 經濟的成長 個人的發展 也都是以知識做基礎 你財富要累積 如果沒有知識 你怎麼去經營 所以在這個 這裡邊 那所以知識社會 就是以知識為核心啦 知識為核心 那為什麼學生要上學 我們要去接受教育 可是教育完了以後 不是就停止了 那還是要不斷 那個社會不斷在變 所以啊 個人也是要不斷地去學習 學習 充實新知 提升這個技能 來適應這個社會的變遷 來促進個人的成長 所以把知識列為啊 這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那我們從這裡邊可以看到 在這個知識經濟的這個衝擊裡邊 那我這邊要特別提出來的 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這個UNESCO 那他們呢有一個報告書 這個報告書叫學會生存 要學會生存啊 所以他在今日的這個教育 跟明日的這個教育 在這個巨變當中 也不斷地學習 他把這個學會生存 那這個部分哦 特別指出來說 在學習的這個社會裡面 教育不再是精英的特權 那過去早 早期啊 那知識列要學習要上學 大概一般平民百姓 大概可能性不高 大概 所以他也不再是精英的特權 所以從這個UNESCO 他的這個報告書裡面 說要強調的是什麼 所謂在今日的這個教育 跟明日的這個這個教育裡面 他的教育不再是精英的特權 而也不是特定的 這個年齡的一個專利品 也就是說每一個人 那麼在他一生當中 應該有權利 應該有權利 那更是每個人 每個機構 也要提供學習機會的責任 所以既然是每一個人的權利 所以作為那個機構 包括政府 包括民間的組織 也要提供 那麼這個 這個學習的這個機會 所以在這個 那第三個 第三個我談到的就是說 資訊 科技 這個工作 對於生活方式的這個衝擊 那在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了解剛剛講資訊 這個資訊跟網路的發展 也使了人類社會 走向一個現在說網路的社會 所以剛剛 這個林向來提到 其實在這裡面 有它的好處 也有它的缺點 所以要看看怎麼樣去正面的去了解 它的用處 我們要用好的 而不是去把它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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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所以在這個部分 你可以看看 整個這個 也就是說在這個世紀裡面 現在 產生他們叫做學習革命 要改變什麼 學校 比如課程的創新 教學的創新 等等 來滿足 這個學生的這個需要 來適應這個社會的這個需求 所以它可以協助什麼 教師 老師在網路上 的這個討論功課 也可以辯論相關議題這些工作 所以它可以促使人類經由 終身教育跟學習 來重新獲得 謀生的這個知識跟技能 那所以 也是當前各國政府 研定教育政策 要思考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核心 所以 剛剛講那個網路 那大家不要在這個裡面 其實對生活有很多方便 但是如果你不去正用 可能會產生一些很多弊端 這個我想用科技的東西 各位 又可以看到最近新聞上報吧 用網路科技 都會用很多詐騙 其實人很聰明 也很會利用 這個科技 但是如果他沒有一些好的善念 就會去誤用了 造成其他人的這個損失 所以其實剛剛那個 林向南的這個生命 交易這個部分 其實真的很重要 所以在後面我們會談到 他怎麼去應用這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第四個就是談到 國際化競爭的這個激烈 那這個國際化以後 因為每一個 其實國際化的很多的重點就是 人才 創新 你 所以為什麼各國的這個 高等教育的發展 這個越來越激烈 所以你看每年 這個會公佈 這個從科研的研究裡面 所發表的這個論文 它就會排序 世界上哪一個跟你鎖大學 這個 最好 所以這個裡面 所以那個競爭是很激烈 所以老師現在在大學也好 在中學老師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 那的確這個部分 我們深深地可以了解到 這個雖然它帶來了 方便 也孕立著這個人類社會的學習的活動 正在產生一種所謂世紀的革命 所以那個教育不斷地在革新 不斷地在改變 那就是我們應該適應這個社會變遷的需要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 我們可以了解 那這個部分 那個 就是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所帶來的這個影響 那第五個就是說 那我剛剛講的 國際化的那個競爭這個部分 其實 的的確確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每一個國家 不管政府 這個政策的原定 那很重視啊 怎麼樣能夠在這個競爭的激烈的這個 時代裡面 那因為 這裡面強調什麼 創新速度跟品質 所以你 你的研發很多科技的東西 你創新 而且速度要快 那最近你可以看那個 美國跟大陸 大陸很多在科技的有一些部分 都不是領先了美國啊 所以美國你看那個 他們也很緊張 所以在這一部分 又投入更多的這個 這個經費 這個來提升了 他們的這個競爭力 但是我們在教育裡面要培養什麼 學生的 一種國際化的視野 國際的這個視野 那這個所以要尊重什麼 我們學校裡面培養多位的人才 所以在這個 競爭激烈之餘 所以剛剛那個林向海提到 很多對我們的環境 也造成了一些影響 造成了影響 那這些影響也應該讓 在整個社會的變遷當中 怎麼樣學校的課程裡面 要把它容納進去 所以最近很多人 那個老師啊 特別高中中小學 對於所謂那個課綱 教育部所頒布的那個課綱 也有很多意見 但是其實那個只是一個 簡單的規範 重點是在你老師 有沒有因應這個時代的變遷 時代的這個需要 這樣去融入一些新的價財 來喚醒這個學生 所以在這個部分 的確這個 在這個部分老師們大概也有責任 應該怎麼樣來這個 因應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這個高齡化社會的這個挑戰 各位就可以知道了高齡化 那現在你在媒體 台灣已經到2030年 所謂進入了超高齡 那聯合國的標準 就是你老人人口 有7% 那就是一個高齡社會 差不多14% 就高齡化的社會 那超過20% 那慢慢就超高齡了 所以這個高齡社會 來一方面證明說 台灣的醫療 衛生都非常的進步 所以是我們的壽命 可以繼續延長 繼續延長 但是也帶來了什麼 政府 財政上很多的負擔 所以支出 就增多了 所以你看每年的那個 報告裡面 光健保的這個經費 現在 好像不太夠 所以健保局 就要想辦法提高 這個保費 也收到這個反對 我想政府應該有責任 有更多的這個經費 讓這個健保工作 做好來維持 我們人類的這個健康 那我想這個是 所以高齡化社會的這個 這個挑戰 那另外最後一個就是 休閒教育的 殷切的需求 社會進步了 當然 民間的人民的收入所得 比過去也都提高了 所以對那個休閒 的這個生活 也要求越來越殷切 但是那個休閒 需要教育 不是說 每天這樣過來的話 就有什麼去遊山玩水 就是休閒 休閒教育可以 產生正面的影響 避免一些負面的這個衝擊 所以其實剛剛提到 民間長提到很多 那個都是誤用 所以在休閒裡面 你看看電 打電腦 看電視 沒有節制的 好像沒有節制 所以當然就造成人類身體的 這個傷害 那這一點 我們過去也在推啊 休閒 也是教育的一個部分 大家不要看 休閒研究 所謂那個 休閒的這個教育裡面 要什麼培養 他們正當的 正確的觀念 還有一些技術技能 那也要教 在這個休閒這個部分 那我倒覺得 最近常常發生這個 去在休閒旅行去爬山 外野外 怎麼樣去造成很多很多 負面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 要告訴我們的人民 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比如說每人看到那個安全的問題 就爬山啦 或者越野啦等等等等 造成人口的失蹤 這個人的走失啊 造成對於生命的危機 尤其這個天災 就已經暴雨了 那應該知道 會有這個土 可是他硬著要去 當然這個冒險泛濫 值得敬佩 但是沒有顧及到 考慮到這個生命的後果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中生學習裡面 也會有適當的一個課程的規劃 那這個 所以中生學習裡面的 這個理念的新方向 我剛剛有他提過 個人的學習錢要保障 所以從那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也就提出來 你只要保障個人的學習錢 那政府有這個責任 那培養這個應變的人才 要learning to change 要學會改變 所以不能以不變硬半變 以不變的硬這個去 所以我倒覺得在這方面 那怎樣培養這個應變的人才 那這是裡面大概 整個在中生學習裡面 有告訴我 因為中生學習裡面 有正規的 所謂正規 非正規 非正式 那正規就是學校教育 學校教育要去教 那非正規的 就是學校教育以外的 有組織 有目的的那個學習 叫做正規 還有非正式 所以非正式就是你居家生活的時候 你看報紙 閱讀文章 看這個 期刊 雜誌 也有意啊 所以在這個方面 那的確確也應該 這個去告訴這個民眾 告訴國民應該怎麼說 所以在這個變遷 巨變的時代裡面 要培養有競爭力的人才 因為社會在變嘛 整個這個資訊在突破創新 那當然你要去 還是如果這個人沒有競爭力 他就被社會淘汰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但這個政府 要透過教育 來培養這個競爭力的人才 也很重要 那我想這個是 但是我們今天問題說 怎麼樣去建構 讓台灣成為一個學習型台灣 我在看那個資料 那美國 應該是柯林頓還是那個小布希總統 他就 他的政策 希望美國成為一個學習的王國 學習啊 那也就讓人人學習 人人學習 要做到什麼 要處處可學習 要時時可學習 所以我想這個是中生學習 很重要的一個理念 你人人都可以學 那你的政府會提供很多 這個很學習的場所 除了學校之外 還有正規會正式的 那另外就是說你 人人可學 你處處可學習 怎麼樣處處 你要多 所以學校之外很多的活動 學習的這個場所 然後一個 那這樣就方便了 對 你要學習 要能夠親近 那場所 學習的場所多 那個機會就多 所以在這個部分 但是今天在台灣來講 還有一些比較偏鄉的 大概也沒有 那當然這個是政府的責任 要怎麼樣讓 特別是偏鄉 要能夠想辦法 讓他們有這個學習的機會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在各地 設置那個學習 當然場所不一定要 來像學校那麼大 如果有這個我們這個場所 大概一半大 這已經不錯了 甚至四分之一 你要看這個人口的多寡 正來做規劃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案 那我下面大概建構台灣 學習型台灣 那我有一個藍圖 有一個藍圖 這個就 那我的這個看法 我這邊就提出來 我們要家庭為主軸 學校為核心 然後回社區 所以變成有學習型的家庭 有學習型的學校 然後有學習型的社區 那這三者 怎麼說有機的整合 就變成了一個 學習型的台灣 所以在這裡邊 那第一個我們看 這個學習型家庭 學習型家庭 那這個學習型家庭 我想大概因為時間關係 就不要去解釋它的意思了 那重要就是大概就是我們 可以從它發展的這個策略來講 那第一個你要 學習型當然要建立一個學習型家庭 其實也不簡單 那當然 經濟比較好的 這個家庭 但問題比較少 那如果窮苦的 一天三餐都無法的 那你怎麼去學習 所以政府要怎麼樣在這個部分 給我們的民眾 給我們國民有這麼一個觀念 讓家庭至少 從父母也鼓勵 這個子女 要去學 不管從上學 有些人根本就不可能去上學 但是這要想辦法 政府要提供 經費的這個 這個益助啊 讓他能夠去上學 所以我們說 要建立整體性的這個行政推動的系統 所以我們鼓勵 大概也有啦 各縣市 這個佳寧教育服務中心做主體 結合 國民小學 還有私立的社交機構 民間組織 來推動這個學習性的教育 風貝 福 RO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